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源家 王源有个大姐 孩子五岁 小杰连续两年都给了红包 有一年 王源大姐生病住院 小杰去看望她 又给了一千块钱 所以 这位大姐对小杰很热情 小杰也觉得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有问题 后来 小杰和王源结了婚 大姐随了五千块钱 小杰觉得她挺客气的 但没过几天 大姑姐就给王源打电话了 说她家里现在经济很紧张 想借三千块钱 小杰是管钱的 所以王源就去问小杰 小杰说 这还用问吗 当然得借了 于是就给大姑姐转了三千块钱 大姑姐说下个月就还 这时候的小杰还被大姑姐感动了 认为她在自己家不宽宜的情况下 还给她结婚随了礼 说明很看重她的 所以 这三千块钱她也没打算要回来 过了一个月 大姑姐又给王源打电话 说儿子上幼儿园要交学费 她现在拿不出来 想跟弟弟借点 要借多少 王源问 两千 下个月就还 大姑姐说 王源又去问小杰 小杰还是同意借了 但她心里有点想法 上次借了三千 只是她自己单方面想着不用还了 大姑姐当时是说要还的 可那笔还没还上 这又借了两千 等于把随理的钱全都要回去了 小杰是个心里不存事的人 她有这种猜测 马上就跟王源说了 你大姐怎么没提上次那三千呢 该不会是她有意要把随的五千块钱 都要回去吧 王源说 怎么会呢 她应该是想这两笔钱以后一起还吧 然而 从这之后 过了一年了 大姑姐也没提过还钱 这季节 小杰和她在公婆家碰过好几次 大姑姐就像忘了这两笔钱似的 说都没说过 你大姐看来是不会还钱了吧 小杰对王源说 可能她家经济还是紧张 她和姐夫生意现在不好做 赚钱不容易吧 王源说 小杰说 我并不是小气的人 也不是说必须要回那五千不可 但她不还钱 最起码应该说明情况吧 提都不提是什么意思 王源想了想 应该是不好意思吧 小杰说 我还真没看出来她不好意思 小两口因为这事聊了几次 大姑姐一直不还钱 小杰也放弃了 又过了几个月 小杰生娃了 在医院的时候 大姑姐去看她 给了两千块钱 又说了很多关心的话 她一走 王源马上就说 你看看 我姐并不是贪财的人 这不是又给钱了吗 小杰笑了笑 你是生怕我对你姐有意见啊 王源说 你是我老婆 她是我姐 我怕你们处不好关系啊 等小杰出院回家后 还没等做完月子呢 大姑姐又给王源打电话了 还是要借钱 这次借多少 小杰问 两千 王源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哼 看来我上次就猜对了 你大姐就是舍不得随理 过后借钱都是借口 就是想把随理的钱要回去 小杰说 不是的 是她家真遇到困难了 王源替大姐解释着 那怎么这么巧 随多少就借多少呢 小杰问 王源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正好这时候 似乎月子的月母过来了 替王源说的话 小杰才答应姐 但是 这次不让王源转账了 她要亲自转 谢谢小杰 下个月我就还 大姑姐一收到钱 马上就说 不用谢 对了大姐 下个月还的时候 把之前那两笔也还上吧 小杰说 大姑姐停顿了一下 问 哪两笔 我怎么没印象 小杰说 就是我刚结婚的时候 你先后借了两笔 一共五千块钱 加上这次的两千 下个月还七千吧 大姑姐说 好 小杰收到手机 去看孩子 没一会儿 王源就来找她 你怎么跟大姐要钱呀 我是借钱呀 小杰说 她跟我说 你随她还钱了 让她下个月还七千 王源说 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下个月还 那我就顺便提醒她 连之前的一起还了呀 小杰说 王源看小杰已经不高兴了 再加上月母也在 就没再说什么 小杰还等着大姑姐 下月把钱都还上呢 可想不到 大姑姐又玩了一次装傻充劳 过去两个月了也没还钱 小杰很生气 我看你大姐就是故意的 随多少礼就借多少钱 你别这么说 我大姐不是那种人 王源替大姐说话 那这回怎么解释 小杰问 如果你觉得她不是故意的 那就去把钱给我要回来 她是我姐呀 我怎么好意思要钱呢 王源急了 那是我们自己的钱 有什么不好意思要的 小杰说 王源道 可是说到底 那七千也是我姐先给你的呀 咱们又没搭钱 小杰问 那就可以不要了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就不要随礼啊 我又没要求她随 干什么随完了还往回要 王源说 不随礼不好看 你又要不高兴了 小杰生气了 随了再要回去就好看 我就高兴 反正你记住 以后不管她再随什么礼 我都不要了 你也不需要 好好好 听你的 王源无奈地说 其实 大姐这种做法 她心里也清楚 就是小杰说的那意思 可那毕竟是她亲姐呀 她嘴上能说她的不是吗 只能在中间滑混水了 过了一段时间 小杰儿子摆天了 小杰和王源在饭店 请两家人吃饭 别人都没通知 本来小杰也不想让大姑姐来 但王源说 不告诉她 以后会挑礼的 所以 还是告诉了大姑姐 大姑姐一家三口来了 见到小杰还是热情地说话 钱的事又一个字也不提了 小杰看她就来气 席间 婆婆给孩子一万块钱 姥姥给孩子一套黄金首饰 大姑姐也掏出红包给小杰 小杰用手一挡 没接 大姐 红包不用给了 你收回去吧 怎么能不给呢 今天可是我小侄子摆天呀 大姑姐说 婆婆也说 小杰 你别客气 你大姐给孩子的钱 你就拿着吧 妈 我不是客气 我不是想麻烦 小杰说 大姑姐听出味道了 有点尴尬 有什么好麻烦的 婆婆莫名其妙地问 小杰本来想直说的 但王源在旁边 一直碰她胳膊 不让她说 她想 孩子摆天是喜事 若说了 恐怕会有口角 再者 也想给王源一个面子 所以她就只说 大姐知道原因 大姑姐笑了笑 我怎么知道原因呢 小杰 你还是拿着吧 可小杰硬是没药 大姑姐也只好又放了回去 吃完饭回家 没多久 婆婆就给王源打电话了 小杰怎么回事啊 是嫌你大姐的红包太薄吗 当着大家的面 她硬是不肯接 这不是打人家的脸吗 王源看了看小杰 不想让她听见 走远一些说 妈 小杰没别的意思 她就是不想让大姐破费 小杰七七八八的 也听了差不多 不过 她才不在乎 婆婆怎么想呢 既然大姑姐随了礼 还要往回药 那干脆就别收了 王源接完电话 小杰说 怎么了 你妈替你大姐抱不平了 王源说 小杰 你今天确实过分了 大姐多没面子啊 谁让她自己爱干不要脸面的事了 小杰说 我姐怎么不要脸面了 王源不爱听了 小杰问 你姐要脸面 今天怎么不提还钱的事呢 一句话 就把王源的嘴给堵上了 这次 大姑姐对小杰不满意了 有几回在公婆家碰见她 她一句话也不讲了 小杰也不在乎 不讲更好 讲了才会烦 倒是王源 努力地维护和大姐的关系 没话找话说 过年时 小杰和王源带着孩子回公婆家了 初三 大姑姐一家三口来了 之前几年 小杰都给大姑姐家孩子红包 但今年 她打算看看大姑姐什么态度 如果大姑姐给孩子红包 那她也给 否则 她的红包就不往外掏了 吃过了饭 大家聊天的时候 大姑姐拿出一个红包 给小杰的孩子 孩子当是好玩的 一把就抓住了 小杰看见了 也给了大姑姐孩子一个红包 公婆和王源看了都很高兴 认为他们的矛盾 应该从此化解了 晚上 小杰在房间里 拆大姑姐给的红包 是五百块钱 而小杰每次都给孩子一千 这次也是 大姑姐心里清楚 但还是少给了 王源看见了 赶紧说 钱多钱少不重要 都是一份心意 小杰说 我不在乎 给了就说明 他这个当姑姑的 心里有残孩子 可是 就连王源都没想到 刚过了正月失误 大姑姐又给他打电话了 还是要借钱 这次是五百 王源心里也有些火了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果然小杰说的没错 她就是随多少礼 就要借多少 过后又不还 她问道 姐 你家连五百都要借吗 手头上缺点 你给我转过来吧 大姑姐说 五百块钱 王源有 她直接就给大姐 转过去了 也不打算 跟小杰说了 否则 小杰一定会发火的 可是 第二天晚上 小杰用她手机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 当时就大发雷霆 王源 你姐太不是人了吧 她给孩子红包那么少 我都没计较 现在居然用药回去了 王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不应该给她 小杰说 这次不是她随给我礼 而是我跟她互换的红包 我还多给她五百呢 我能怎么样啊 如果痛破了以后 姐弟关系能好吗 王源苦恼地说 就你是个傻子 还姐弟关系 她在乎吗 她要是在乎你这个弟弟 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小杰说 然后 她就拿手机 给大姑姐发消息了 也用她的方法 管她借钱 借一千 小杰呀 我弟弟一个月工资两万多 你还要管我借钱呀 大姑姐说 给孩子买奶粉 正好手头上紧 你给我转账吧 小杰说 我跟王源说吧 大姑姐说 王源也是这个意思 小杰说 王源在旁边着急了 她不想让小杰这么对大姐 可小杰威胁她 如果她插手 就摔了她手机 手机是新买的 花了八千多 她可舍不得 所以 只能敢着急 你是故意的吧 大姑姐问 我昨天刚借了钱 你今天就来找我借钱 小杰说 你明白就好 给钱吧 别废话了 大姑姐生气了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越有钱越小气 真是看错你了 你没嫁进来钱 我还跟爸妈说 你好说话呢 早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就不应该支持 我弟娶你 大姑姐不说好话 小杰也不惯着她 我如果小气 就不可能没结婚 就给你儿子两年红包 是你太不是东西 要么就别随理 随了理又往回药 竟在表面上装好人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王渊的大姐 大姑姐说 你是谁的大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能干出这种事 就别怕别人说 吃饭的时候 大姑姐开始诉苦了 说她把房子抵押 做生意 现在赔了 房子要被收走了 她一家三口 就没地方睡了 老公也跟她吵架 说着说着还哭上了 婆婆就安慰她 我们这么多人 不能让你一个人 没地方住 会帮你想办法的 只有小杰能帮我了 大姑姐哭着说 我能帮你什么 小杰马上说 她心里挺反感的 以为婆婆是真想她和孩子了 原来是为了帮自己女儿设的局 你婚前不是有套房吗 借给我住住吧 大姑姐说 小杰心里冷笑 她居然打上自己婚前房的主意了 对不起 我那套房一直在出租 不能借给你住 小杰说 小杰呀 出租了可以收回来呀 她是你大姐 总比别人要亲 婆婆说 公公也劝小杰要帮忙 合同签了十年 收不回来 小杰说 怎么可能签十年呢 是不是你不想借我 大姑姐问 随你自己怎么想吧 小杰说完就低头吃饭了 王远 你就不能说说你老婆吗 大姑姐急了 王远说 那是小杰个人财产 我有什么权利说 婆婆生气了 对小杰说 你还有心思吃饭 我女儿都要睡大街了 我为什么吃不下饭 东西是我买的 饭是我做的 我吃自己的饭理所应当 小杰马上回答 她的气势又鼓足了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给我脸子看 抱歉 我要加倍还你 婆婆啪的一声 放下筷子 你太不像话了 太自私了 自己家人有难都不帮 还算是人吗 小杰说 她可不是我自己家人 我家的户口上没有她 而且 她说是借助 就凭她之前的所作所为 有借无还 我敢吗 我说话算数 以后一定会还的 大姑姐说 以后 谁知道你那个以后是几百年 你在我这里没有丝毫信用可言 所以 我帮不了你 小杰说完又继续吃饭 一边吃还一边对王源说 别愣着 吃饱点 回家可没饭吃 王源也低头忙着吃饭 婆婆气坏了 跟大姑姐一起 骂着想两口太无情 小杰根本就不理会 吃饱喝足 抱上孩子就走了 王源等小杰出门了 对爸妈和大姐说 不是我不帮你们说话 大姐 你之前做的事太差劲了 我在小杰面前早就没脸面了 还怎么帮你说话 更何况 那是人家的婚前房 除了她自己 没有人有权做决定 王源说完也走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influence